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資源、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歡迎來到自然料發與你 今個星期有我節目主持人Anna 那袁醫生去了哪裡呢? 因為袁醫生不在香港 這一集她不能在這裡錄音 不過也有一個很精彩的演講 就是袁醫生在4月9日的時候 幫UFO飛碟學會有一個演講 主題很厲害 就是從地球醫療陰謀到未來外星醫學 這真是非常有趣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新穎的題材 所以在這一集大家記得留下來聽 因為我們會插錄部分很精彩的內容 在這裡送上給大家 我不阻礙大家 大家快點煮起耳朵聽聽 就是癌症那些存活率 或者死亡數字 那他每年都是分析 跟那些癌症 還分享這件事 那他有一年他就直接這樣說 如果一個癌症的病 當他病生他有癌症 如果他選擇什麼都不做 比較一些是選擇西醫那些 開刀、化療、尿療那些 什麼都不做的那些 他存活可以up to 4 倍以上 即是如果你是選擇西那條路 你就會死快up to 4 倍以上 當然這位教授講了這件事之後 以後都沒有再邀請他去講 真是不對 真是幫他倒米 但你想想 有些什麼人 有他這樣的背景 是可以講出這些樣子 你會相信誰 我相信全香港全世界 有哪一個癌症 你有這麼多的經歷 可以看到這麼多的數字 這是我男症的數字 不是說你癌症所看得多少人 你現在醫院看到多少個 某個男症機械是第一個 都是全部美國的男症數字 你加出這麼多數字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第一宗的case 讓我想到這件事 其實這本書叫做 How Effective Conventional Cancer Treatment 我們也有個英文版 也有個中文版 中文版是一位朋友 一位朋友 因為最主要在我現在的診所裡 他們可以遇到很多很難症的病人 大部份可以說 絕大部份都是走到等頻度 被人治療 治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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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但是很多時候 很多病人遇到好的方法 都救不到原因 其實很多時候 那方法不行 只不過很多病人都不會好聽話 他們都會試一下你 很多小小人做 透露了時間的學法 又去看西醫 又搞了一些東西 有很多時候 第二宗的就是以色列, 大家可能都看過阿米《星星》的小學校書, 很多影片在十周年我都介紹過那部書, 那部書裡面阿米的聲明跟阿米說, 他問為何你來法文人的英文不來在地上教我們, 你這樣出現後給你的神威,我怎麽不相信你呢? 那外外星人說, 我們不可以干擾地球人的進化, 他只能看你怎樣搞成怎樣, 但他盡量都不想參與, 不想給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你走出來一點靈,說你不相信, 他說他們不會這樣做, 但我最近都看到一些報道, 有一些在美國有一班軍人, 透露他們在機地, 在那些核武器的機地攻速時, 留意到幾件事, 有一些外星的機動時, 整個核武器全部停滯, 可能你都聽到昨天在中國大陸有機場, 但還有一些不明來臨的物體, 在機場附近出現後, 整個機場所有的機場都失敗了, 做不到的, 即是有機會呢? 一種說法, 我雖然在我們有核彈武力後, 他就開始打熱處, 因為他認為很可能我們會 將一個這麼好的地球毀滅, 他都希望這件事發生, 根據那些高層軍部, 和我這人說, 其實他們是很難明, 即是給他們看見, 你會不會那麼明, 我立即可以見, 其實是那些實力來的, 即是你只得到核武器時, 他知道大家遺滅自己, 他可能真的沒有出現, 可能干預我們, 我們是保肺發生不到的, 我都覺得, 或者他都不會打, 即是不會幫我們, 但在我前一陣子, 我去南非洲, 探望Dr.Gryne O'Leary, Dr.Gryne O'Leary, 是以前一位譚委署的譚委員, 他亦是一位IV的法學教授, 他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很多方面各個去探討, 所謂免費民意, 我這方面也有學徵, 我大家都感覺到, 這個地球那麼多災難, 那麼多這些問題, 根據Sida那套騙團, 其實是科技可以解決, 這些貧富而遜這些問題, 如果我們有典費民意, 其實很多這些問題可以應人而解, 所以我這方面, 我都淡討了很久, 我曾經在2008年, 我企圖去經事公司, 我剛才都寫過, 這個貧富而遜問題, 應該解決得到, 我又套用各地各方的宗教, 都很強調, 即是布施和基督教的十分之一, 他都會達到3%, 我覺得可能宗教上已經有個方法, 如果大家肯布施幫助, 互相幫助, 其實我終於可以解決這方面, 但我最後接觸了Sida這篇團, 我想真真正正的解決方法, 就是我們有一個再真正正的方法, 就這個演藝能力, 所以我聽到Dr. Brian O'Yerry, 在Venezuela, 差不多在那邊定居了, 我又有一次有機會下去上車, 想安排他去玩, 你知道, 我說, 我記得他那段, 不如去探探他吧, 當時我很有趣, 我的外甥女和她的先生, 安排他去玩, 我便搭單, 我沒有時間安排這些節目, 人家打電話我就跟, 搭單去玩, 接著James便知道我去南美洲, 他們的演藝能力, 他說, 這個人Dr. Brian O'Yerry, 他住在那裏, 不如你順便他探探他吧, 我說是呢, 他便宣傳這篇團, 說Dr. Brian O'Yerry, 當時在英國的某個國家, 正在演講, 但他到底在哪裏, 沒有人知道, 他住在哪裏, 沒有人知道, 我差幾日就不去玩, 其實我們那些行程安排了, 都給了錢, 這些private租房子, 很貴, 有幾個大女兒玩, 其實很貴, 我知道我和我身裏, 老公一定不肯, 跟我發些時間去探訪, 但我覺得, 即便試一下, 他便E-mail給Dr. Brian O'Yerry, 他說, 我有機會去韋律世拉, 我想去韋律世拉, 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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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但他便立即不信任, 我认为他从来没有接触到他 近年我欢迎你来我的地方 我的地方是Monte Zulu 还有一个地方 一个名字 你来很欢迎你来到 快点跟我们聊聊聊天 我就说好 我就找网 用Google 找Mac 这个地方是哪些书的 它是找不到的 原来是那个别书的名字 所以有个地方叫做这个名字Monte Zulu 结果我都说都没有办法去 算了算了到时再想想 能走大概一日一几个小时 我相信你告诉你 我们行情有变 为何呢 雖然是有些困难 有些later people 因为政府拿了好些水源 开发这些东西 就是这个时光的报告 我们去那些传统去看那些 当地那些堵住的地方 她说不可以了 那个女神说你有危险 那些不可以了 我说怎样 他说一天 我说算了算了 不如这样 你叫那女神帮我 试试找不找到她 安排我们去 那些独特 然后那些地方去探探她 那些人 果然我都不知道 我们算了算了 递递去美国 又去到Krippel 即是一个大城市 那些困难 就立即收到封信 他说搞定了 我们安排了去探 Dr.Royle 不过你的计划我都做了 只不过我安排你 基地给你去那些困难 那些人走 Jane告诉他 有这样的人 根本不知是谁 什麽都可以了 竟然发生这些困难 令我们的行情要过去 逼我们三个人死亡去找他 去那裡 我遇到很多知识到下距龙 其中有一些困难 是在美国去的 因为很多美国人都觉得 美国是很无聊 就快到大洞去过去 他过去上海特走路 他就去南美洲 去其他地方 看看有什麽地方 可以妻生 就去带Dr.Royle 聊起来之后 他发现好像在 最近暴亂的 在东欧有个国家 有些诊所 有些人用了 NCQ 很多人 那些人都是普通人 真的一个医生 他给我给我 给多个DVD 给我提醒 这就是我第一次接到 有这些方法 在NHL 可以医生 大家都看到 跟他一起做 很明显 这些很可能 都是觉得 我们都要方向你守 因为我们现在的男性 差不多是很精明 每2.3个男性 又一个有男性 每2.8个女性 又一个男性 很多人都在这 不够Denire 不肯承认这个问题 有些人说 以前回家很多 只不过以前的层段差 以前的医学纪路差 不是说现在多了很多 这种这种 这种的听话我听了很多 那些人都不肯承认这个现实 我可能就是 障碍色人都会觉得 在某程度上都走过来 帮我们 用一种这样的方法 很明显这种能量的意义 一个能量的意义 我们身体是一个能量体液 中医成港区 这种人的关系 这种人的意义 这种人的意义 这种意义 这种意义 全部都是人 在生命之中 最终我们身体的细胞 死和活死的分别 就是那个能量的目光 生命的能量 生命在这里 就主宰驱使我们的细胞 进来一个正常的运作 和健康 当我们的生命力 已经消失了 死亡的时候 生命一离开生涯 我们身体就慢向死亡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好 稍后我再看看 第三个晶片 其实我也没有讨论 我不知道目的是怎样 是否捉到我上去 放些东西 是否要这样来追踪我们 这个我都不明白 但根据阿米星星的小孩 其实他知道生命的 每个人做些什么 想些什么 这方面其实我经验不多 最近我才开始接到 是我的病人 一个在我的镇所里 这个小孩说他有自闭症 有前进 说话又不懂说 但他妈妈经常跟我说 其实我这个儿子是有超越能力的 他可以看到他爸爸妈妈的脑海中的 他说了几次是我的 但我没有就没有想 我想想是什么 算了 总之都要去医治他 你看到他不懂说话 他妈妈不听 但我听不 但我最好留心听下 我都觉得开心一道 他妈妈告诉他 其实他初步做了什么 他这个儿子 他有次去看照片 他想问一下 他听过这个儿子会不会好得回 他回来后 他就跟他说 妈妈你不用担心 我会好快 他会好快 他有时他说 他写字 他妈妈说 其实他不懂写字 他是看他妈妈的脑海中 想的东西 他就写出来 他说你怎知道 他是写你脑海中的东西 他有时他脑海中想到的字 是想弯了 即是写弯了 他不知 他不知 他就开始觉得 他妈妈这个难力越来越少 即是越来越丧失 在我的经验里面 我医的治疗里面 我只是用一种叫同类疗法 我医到有些是被人鬼上身 我没有知交述人 但我听到这次 对我来说 我只是问 这个挑战案 我怎样医去 他们通常都是 他所说的很仔细 我知道哪个人 叫刘云 这个人是上了我身 叫我做什么 他经常被他驱斥做很多东西 当然了 正同科、讲鬼、牌角、战主教 妈妈都不知了 他不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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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用同类疗法 来到医好 我们看到 将来外星科 医的科技 一定是向那个南洋 开始着手 在地球上 这一路的医疗已经有 同类疗法是有成250年历史的 同类疗法的医疗方法 就是用一些经验的物质 什么都好 将它吸了能量之后 将它用一个制造 将它不断稀释 例如很简单 我总要说 如果是辐射来的时候 我怎样处为 手上有哪个衣瓶 如果你发现 你真是辐射在大雨很厉害 你拿一瓶水 拿一瓶玻璃 装一瓶水 你真是空间 如果辐射层很厉害 你就打它半个钟弹 如果辐射不厉害 就报它八个钟弹 其实你已吸收了辐射灵 然后你将这一瓶 你撞击它 撞击它 撞击它 撞击它力度 是要加密 很多技术 如果真是衰 那瓶 你不知很大 总之你手很重 你几重的时候 可以放它 像肩膀 通常是擠在一瓶 一械底 古时的状况 你拿一械底 拍它 拍它 拍它可能二十下 多一点都不重要 拍五十下都不重要 你不放心 就拍五十下 拍完之后 你将那个水分 百分之九十九 倒走它 再浸泡九十九分水 如果用一般的Test tool 大的Test tool 你倒出来 剩下黏的那些B 便是一个多的 九十九的水分 然后用水 混合它之后 又这样拍它 拍它 十八 几十八 你可以一路这样做 做了它三十次 你知道 你做了十二次 基本上 是一个Molecule 你再继续拍下去 就根本是没有物质 如果你是这样做之后 你就可以用这个物质 成为一个二药物 可以医药複成 最近未来 40% 一竟死件 还可以看到 carecoup 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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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有问题的, 根本这个测试根本是很不准确的, 在基州疾案根本不会测试, 总之在这些十几种症状里面有两三个都是, 譬如抗射,看得消瘦那些症状, 其实在基州很多传染病, 很多基辛床都会有这些症状, 他们当你是有知病,是做医的, 人家遇到病,很害怕, 怎算好,打电话问我,怎麽搞, 我用一些思维, 在流感,大家都很害怕流感, 每次都觉得要人打针, 都很紧张去处理, 原因就是我们在历史上18、19、19、19年, 曾经试过世界性流感, 当时死人估计达4千万, 有些说不止一亿人, 始终全世界这些数据有时很难收集, 当时死人很多, 有些人生生之后好地地死, 一发作时整个肺变成热炮, 即是很快,很容易有这种病, 因此历史的经验, 有些人会承认得很同景义, 有这些流感出现时, 我们可能救援又要被杀大劫, 所以很紧张, 虽然我们有很多流感出现, 大陆都用到迫调, 每人都有流感, 每人都有2、3万人死是流感, 这是正常数字, 但我们经常都没有心中感情, 如今流感, 又没有H4, 其实当时在美国, 在那段时间, 美国人有同联化, 有同联化医院, 当时同联化医院有很多案迷, 1923年有个医生将当时医院的数据, 就搬拌出来计算一下, 原来发现在不同医院有同联化医院, 在一般西医院有24,000宗币内, 他死亡率大概是27%26%, 但在同联化医院26,000个案件, 死亡率是1.04%, 其实如果你了解, 根本有很多很有效的方法, 一般都存在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用怕, 不值得怕, 只不过西医不想你知道, 这种方法根本一早就有, 在当时也有很多医生, 跟他们联化医院的组织, 叫不同医生将他们的经验拿出来, 你数了多少个, 谁有死亡率多少, 基本大部分死亡率是1-2%最多, 通常死亡率是吃西药, 吃西药, 吃西药什么西药呢? 亚时不灵, 今次我也知道, 亚时不灵, 亚时不灵, 如果你要审计, 叫病毒性的下烧, 你吃亚时不灵很需要叫Y星人, 一种副作业做出来打后微症, Y星人一半就死, 其他不死都伤神很厉害, 可以很清晰, 当时死亡率不是死亡率, 很多人死亡率的方法, 亚时分裂, 其中一位医生说, 我手上有很多病人, 一个都没有死, 他怎么医呢? 如果真的将人的需要, 记住这个, 可能够你的命, 有很多病人, 他将病人的鼻液, 拿出一个瓶, 放在一个瓶里, 亦用九十九份水, 一瓶鼻液, 九十九份水, 酒精加水, 拿了之后, 又噴, 实咳水, 撞它, 装起来之后, 又倒了鼻液, 再加回九十九份水, 又撞击它, 可能做十二次都可以, 做十二次已经是一个网络, 即是很慢, 即是很慢, 你便害怕, 便会再稀释, 十二次以后, 便没有物质, 只有脱脱成分, 他说, 他用这个方法, 治疗其他病人, 百分之一, 全都用了, 即是这样的做法, 可以这么说, 他用什么都大, 如果万一真的有些人, 香港医院已经崩溃了, 你又知道怎么住好了, 终于都吃掉了, 根本不够用, 你便找到病人, 用这些方法, 可以自己做这些方法的病人, 在某个前处上, 其实方法的病人, 可以找一种凭到医療, 或者一种顺色的医療, 因为你不可能将一种物质, 气息都这么厉害, 根本没有物质, 没有化学成分, 一触得没有, 它都可以医到病人, 医療成分的效果是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接近, 张罗医療应该合这条路, 但要发布问题是很复杂的, 因为它不是一种病, 用一只药一定可以, 我刚才所讲叫Iso therapy, 即是用病毒制造药医, 但大部分的情况是不可能, 医療应该有二三十只药医, 你选一只適合这个症状, 这个不容易, 为何跟医療法到今时今日, 都不是奸资学问, 都知道, 因为做得跟医療法成功地, 做得好好的医生是很难很少, 加上很多人心急死, 你做一次做就立即要见一下, 结果做出这些问题, 跟医療法未曾那麽华文, 但是在我们的过去医学史上, 我有很多很多非常有限的方法, 其实全部是给人拿拿手来的, 我这本书叫做Politics in Hire, Danele Haley这本书下, 这本书大概都出了十多年, 作者是纽约的一个参与, 一个组议者, 纽约省兹议者, 一个纽约苦衷家认愿者, õnyework State. 他首席了十种, 非常有限的科目, одну方法, 中小伙的时候有十种各媒, 大BLE 当时的样 power, 它发明了一种物质是carbonyl group 叫做coxin 其实很简单很简单的oxidated agent 它说我们的身体之所以病 往往是我们细胞氧化的机制突然的 因为身体细胞运作是需要免购的 叫做oxidated process 需要免购 但在一连串的过程中我们如果是健康的成果 这个运作技术是健康的 很多时候我们身体出现任何病 都是因为毒素内聚 导致我们的氧化过程出现了大量 coxin出现发明一种叫dioxaline carbonyl group CCO2 一个很特别很简单的free medical 又可以进入身体之后 是驱启动我们身体的氧化抗症 最后原来它的氧质是稀释到一百万万次 其实在氧化抗症成分 一个很少的病成分 它当时的胭蓝症很简单 有些病就打一针一针 你身体就一直启动身体 身体就出现好转反应 每三个星期有些好转反应 接着你的病都消灭 它就发现什么病都可以 其实很多病的真正成因可能很简单 虽然我们的表症可能会不大 真正点我们的病 就是身体的细胞 oxidated macabins出现 它导致病毒病菌 可以发挥到 如果我们身体这个机制是正常 身体默契病毒都不会出现 它结果除了硬症之外 除了很多铺疗 当时在年龄年代四年代 很多主要物理症 那些牛叫bengis 口体病整个牛是死掉的 很多很严重的病 但是原来由dioxabins这种物质 是一真有意义 结果怎样 结果美国AMA的president 局局之后 是想卖一些东西 想收入 但当然在北京国家不需要 一不需要之后 立即发业 结果打很多公司 很多医生都学到之后 很多有效的东西 医生听到当然上来学 或者听到议议 接到很多成统类似 都觉得以前公司 真的会打打打打打打打 如果有机会 你将人 如果你想不及 就别上网了 Politics 严肥 否则我们公司 都开始 我都可以很高兴回来 还有我一个 有位 台湾的教授 就帮我翻译了 我会将这本书 就书为中等翻译版 我有几本书 我将其中一间公司 都要准备戳 新的信号 我的公司 商品牌不會耐露過, 你知覺搞了東西起碼不明時, 你懂得看英文的聲音, 等不及看,我立即會嘗試上網買, 所以我會order,可能大規會多, 你看到之後,我覺得感覺你會很生氣, 也會很感慨, 明天我覺得人的東西真是自然感, 自己整成做人, 你根本看,甚麼病都濕濕淚, 有些癌痕, 甚麼愛知病、癌症等所謂的愛知, 其實就是這樣一針, 怎知看這個, 你真的覺得很多這些人很偉大發明這些之旅, 一生都很堪憂,很堪憂, 你覺得質上圈都要怎麼搞的, 為何醫人要受這些苦呢, 那些哈尼萬,他一生被逼清三個幾次, 因為他發明那種同學癌症, 是那麼稀釋,那麼便宜, 以前的人賣藥當然要賣得賺金, 賺金一清, 算不算賺金, 不要賺金一清, 不要賺金一清, 但這本書, 我媽媽寄給我, 你看到揉不揉爛爛, 好明顯都給我翻, 我一陣子都爛爛了, 暫時我手上沒有, 我真的站在這裏, 我自己都未看, 我聽過所有故事, 但我未看過這本書, 我一邊看, 我一邊真的慶祝死, 你家一定有刑, 因為這個就是無謂死亡, 我們可以活得很好, 除了這個工具, 還有一個工具, 一種Royal Ride, 大概三年代, 它是一個科學革命, 它不是一個醫生革命, 它發明了一個癌症, 給人不悔癌症, 它便可以看到病毒, 一個virus, 我知道1936年, 我們學了很多電子眼鏡, 電子眼鏡可以讓我看得到病毒, 因為是很小很小, 一般的眼鏡要靠光盤的, 那個Wayflame, 如果光盤的Wayflame, 你的紋質比光盤的Wayflame, 一半小一款, 看不到的, 電子眼鏡也沒有, 電子眼鏡都是用電子的盤頭, 可不可以製造, 但電子眼鏡要將那個紋質, 要製造, 所以是死的, 回來了是死的, 你才可以看到, 但這位科學家, 他自然發明了一種光學的癌症, 他自然可以看到這些, 可以把它放在那裡, 放在6萬倍, 一般的電子眼鏡是2500萬, 一束, 你看不到的, 他既然有這樣的, 一般電子眼鏡, 叫Universal Micron, 很多很多電子眼鏡, 然後這個生效都搞了出來, 可以看到所謂的病毒, 細菌, 導致的癌症, 等病的工具, 重有工具, 叫做Wave Ray Generator, Frequency Generator, 一種光的癌症, 它可以, 以大家有共振的概念, 大家可以聽到, 如果有些人可以用聲音, 將玻璃震上來, 亦有些人在風, 在華盛中, 大家在法國都看過這篇篇篇, 一種橋搖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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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那個墳率, 和那個橋本身的墳率, 產生共振, 整個橋就散了, 所以通常行橋, 粗軍墳橋, 通常都不可以, 要打散來行橋, 否則會產生共振, 這個概念叫Resonement, 如果你的朋友和那個物質本身, 或者病毒本身, 產生共振的時候, 那個物質會爆, 因為它有這樣的顯示鏡, 它亦有一個貧乎治療機, 它就看著顯示鏡, 一邊這樣隔到那些朋友, 隔到它對的時候, 就爆死它, 看到有這樣的工具在, 有一種Greferty, 它不是Information, 但有一個Greferty, 那時候,它便可以殺死很多病毒, 在南加州大學, 給了二十多宗, 全部給其癌症的病毒, 結果它在幾個月內, 全部百分之一百醫學, 不斷地, 即是它試, 不是要弄診所肺炎去試, 結果又是AMA的頭, 那時候,Morish Hicklin, 便會提問, 賣到我, 即是你不是醫生來的, 我會給你去做, 不過你要將這個技術給我, 當然是不斷, 你一不斷, 就要弄它, 結果它被人拆了, 很多人被毀壞了, 結果它亂不得不得, 亂逾酒, 結果都是死在酒那裏, 不過它死了時八十多歲, 你這樣喝酒, 白鞋賣到八六歲, 有人說它不斷用白鞋機, 便要避一下它, 這個東西, 沒有公司都買了一架回來, 我根本不知道, 有空便避一下自己, 他有沒有將資訊全部寫書給別人? 我始終, 我經常說, 其實很可惜, 其實如果今次今日, 如果科學家, 有我們這樣說, 那個委員會, 我們真是無私, 那個技術, 突發出來, 我覺得當時如果科學家有這樣想, 其實我都不願意, 這種人有沒有呢, 今次今日, 在網上叫Muracle-in-law, 用那個Magnet, 用那個Magnet, 那個Corex, 是一個Corex的Monitor, 這個人由最後一記錄, 都放棄了, 他便說, 如果萬一我失蹤, 多於用一個禮拜, 即是你知道, 我的題目已經死了, 這是公開地盤, 沒有版權, 放棄了, 其實已經有出這一招, 即是你出這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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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傳媒網上放棄, 我一招就出來, 他有這麼簡單的Corex的Monitor, 是EganMalaria發生這招, 他使用出那句經驗, 他從頭門居居去非洲, 去扣擴這招, 知道非洲很多這些Malaria, 不如帶著一些工具, 帶一些Oxygen blood, 那樣的工具, 有什麼時候來, 就醫下自己, 又見到那些有病, 有些問題, 說不用我醫下, 可以, 接著要更多進去, 跟著他想, 下次用自己方法, 這裏製製製有平有正的方法, 應該很開心, 應該很開心, 結果醫學生一見到後, 即刻的你醫生做, 隨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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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Corex的EG, 每個最終都放在你, 要不然你沒有, 我除了你去做, 你從你去坐, 全部都是一樣的, 我已經都是, 你一種好學校的工具, 他們是Servishing Mention, 想買到你, 想拿來, 你一種就是Persetive, 成本書講十個技術, 全部都是這樣手掌, 他不是說, 你總之, 我給我, 我佔了他, 但當時Persetive, 死也不用, 死也不用, Dr.Corex的KCase, 我看古書的Chapter, 其中有個機會, Dr.Hoxy, 名字叫Nutri Nielsen, 亦是一個跟著Hoxy, Hoxy又是這樣一個人, 有一種Herbal Phonomenal, 醫癌疾非常高, 甚至極苦能, 那些查點藥過, 你一查就討論, 這個藥過今次今日還有, 有很多好方法, 當時, 這位護士去了, 好像是南美洲, 當時Dr.Corex走路去了南美洲, 教那些阿伯, 教那些人, 他說, 你不如跟我, 每個原來都會教你, 因為他知道, Hoxy已經離開美國, 去了Tijuana, 那裏, 成立這些, Canser, Curex, 很多年前我都去過, 有很多這樣的東西, 但是, Granuilsen說, 我不行了, 我那天, Hoxy要找我去學, 我不可以離開, 找你兩個禮拜去算, 找我來過半月, 他結局沒有去, 因為他沒有去, 這個方法沒有完全走, 如果他肯學了之後, 即是說, 我留了幾個月, 一個月後才離開, 這個方法還在這裏, Anyway, 人家的命水, 因為我們很多工具, 應該有的東西都沒有做, 國公書有十種工具, Wide Frequency也是其中一個, 是一種頻率的, 我覺得和我剛才所說的, 在那些網路車人的工具, 其實我覺得很相似, 因為真的能以法定, 一推動, 一推動, 嘩, 全部都好起來, 那些病院都是這樣, 你找到整個個小時的根源, 你慢慢地搞個表證, 你有沒有用, 用甚麼機器時的東西? 我有空就躺在那裡坐, 我一空就躺在那裡, 我一空就躺在那裡, 不太欣賞, 治療醫生有用嗎? 其實很多, 我買過很多架, 我買過很多架, 但一時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因為大家是抄的, 你抄,我抄你, 我的醫療工具, 重心在那裡, 我可能不可以用這部機器, 然後走光, 我又不可以得錢, 但有些病, 你用它之後, 嘩, 我真的覺得好一點悶, 拿下機動, 所以我有醫機, 但我真的沒有好一點, 到底得到甚麼程度呢? 是否可以買一部給自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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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這部機器, 一見那些好東西, 買回家, 反正我用那隻行李, 我只能不能夠, 快買一部給自己回家, 最重要的是這部機器, 因為太方便了, 我在一號房, 我真的在那裡, 我去找到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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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旅行的船上 我去寫 我去找到旅行 我去找到旅行的 我去找到旅行的 這些工具有的 村里的朗普根工具 一部份是已經不在別人 但也有很多醫生在做領域 當他們才 要發生 是要發生的 這個農民 這個農民 當時在 波羅蘭是最打聽的 這個過多久 然後就過幾個 然後呢 你看過這支書的時候 你覺得 這個可能是說出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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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個 我都 去分 其實 我已經有答案 我都不知道 我們怎麼做 但是很可惜 這個 這個 都不是這個 其實都是國防人 國防人 那個方便他都搞了 其實在身邊的設斷去做一件事 我覺得我們那個見面就是處於六分鐘 那我先上一個節奏 是呀 我們現在看 我看到兒醫生有一個PowerPoint 很多東西看的 它還未開始 那我們就拿一個五分鐘節奏 我們在節奏的時候 我們播放剛才Catch不到的那些片段 有一個是一個很有益的音頻 我可以幫你一個片段 五分鐘節奏 好了 收聽完這個這麼精彩的一部分之後 不如休息一會吧 我們稍後再回來收聽一些 可能更有震撼或爆炸性的之類 我們稍後再見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我們又回到第二部份了 希望大家是不是很有興趣 或者很想快點追聽 接下來袁醫生有什麼分享 已經說關於什麼 好了 不阻礙大家 現在送上 我當時在香港接受 有朋友去用心 英國有一間公司開始推動一個蘇聯的新發 一個儀器就差不多在新發 數碼數碼就醫療病了 當然我一看到一聽到 就馬上想到星期 星期也有數碼 在這裡數碼數碼 再數碼數碼清大 我立即想到哇 這是一個正東西來的 那時我立即飛到英國去上課 我收了買一架回來 買兩架回來 學生後我就在公司用 果然發現這個痛症 真是暫時來說最好的 今時今日都好 都是最好的 痛症很快很有效 但當然這個儀器本身早期出現不是醫同靜 主要是醫太空人 在太空工作萬有時如果有病 你怎樣處理呢 當然你可以吃藥 但原來太空人長期在太空有一件事要處理 那些藥液要循環再用 你知道不要浪費它 倒了之後怎樣處理呢 通常清了之後再用 如果你吃過藥 那些新陳代謝物質就很難清 所以他想想最好用一種方法不用學藥 即不要草藥也好 都不種藥藥的方法 用一種純物的方法 結果他有幾早科學家就研究了這個儀器 這個儀器其實是Technical 叫電子神經協調器 Electual Neural Adaptive Regulator 其實它協調這個神經系統 協調哪部分的神經系統 協調我們的致力神經系統 因為我們身體的神經系統 就是控制心肝肺肺神 交緊神經負交緊神經 兩者之間控制我們身體的心肝肺肺肺神 即Bisio Logical 身體系統的功能是受到控制的 我們知道配套成長裡面 第一個成長就是神經系統 因為它會控制我們循環 證我們學耳蒙其他受到控制 這個儀器就說 如果我們能夠調理我們神經系統 我們身體可以發揮它心肝肺肺肺神功能 於是乎什麼東西可以保護它 蘇聯這個科技 蘇聯瓦解了 其實不要在坦克真正面上 早期在搞主研究 最後蘇聯瓦解了 這些project就全部好了 科學家幾家公司 就將科技帶入迷姦 再繼續轉移 然後開始應用 它搜集了很多萬宗的案例 差不多所有病總括來講 一成八十七個百分之成功 什麼鬼定 但當然痛症最容易 在我們介紹這個工具 我們重心用於痛症 你怎樣痛都好 我們做了之後 幾分鐘你會知道效果 是遠好過其他我們所認識的工具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下空工具 還有這本書 The Healing of Cancer Berry Ling Berry Ling是當時Dr.Royalai的助手 他將這本書將整個科技 跟大家分享 我想看看今時今日 我們那些人所謂健康問題 是差到什麼階段呢 這些是在澳洲一個行文裡面說的 他說如果1994年開始 如果我們現時的問題沒有真正解決 7年之後 只有少於15%的人可以活到60歲以上 不過50%的人30歲之後 就不斷有些慢性致命的疾病困擾 其中50歲之前死亡的人 死亡的原因30%是因為癌症 相信我們大家都開始聽到一些很年輕的人 有癌症 心臟病30% 糖尿病、呼吸系統病、器官退化病 這些都是導致他們出現問題的原因 好了 另外一個Medical Health Solution 他發現美國人51%的兒童成年人 是在吃一種西醫處方的藥 來處理慢性病 一般人是長期服食藥物 其中老年有22%男性和28%女性 經常要服食超過五種或以上的肉 而在20歲至40歲之間的年輕人的群裏 過去而來要食藥的人增加了20% 很明顯現在的人是越來越年輕化的 我曾經說過每2.3個男性和2.6個女性 每一個人一身中患會有癌症 當然他未必死在癌 他可能在過程中是死其他 或是他吃癌症處理的藥導致他心臟病發 他死就死了心臟病 其實真正原因是因為癌的藥導致他心臟病 但算起來不是死在癌而是死在心臟病 這些數據 其中來說大腸癌就快成為頭部殺手 我們公司將碗腸水療引發來香港和亞洲 這個工具其實早年是很流行的 很多時候家庭都會用洗腸袋、洗腸法 如果新婚仔有病,第一件事幫他洗 媽媽、婆婆幫新婚仔洗 因為病毒清洗,一一有時便清洗 其中我提到Dr.Cock的方法 其實他也說他要注射之前 他要幫病人清洗人家 食物方面、洗腸方面清洗後 再注射效果 其實整個原因和毒素內聚 是法例重生的原因 洗腸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很可惜在香港經常被人嘲笑 直接看到現在我們所謂的 Magic Bullet、西洋那些已經不行了 大部份的方法都不行了 其中在日本有白皮書裡面都說過 美國、日本方面 在醫療費用不斷增長 已經超過了30億兆日元 而治療的比率都是停留在25% 大部份的病是西洋的不斷根治 29%會停留在那裏 即沒甚麼真正的人,沒甚麼突破 而其他在世界衛生組織開始都說出真相 人們的健康和長壽是關乎甚麼呢 百分之六十是我們自己做甚麼事 即是我們的生活方法、飲食習慣 這會導致我們病或飲食病或健康長壽 16%是跟我們那個遺傳有關 而25%才跟我們社會環境 如果是占領環境下過病、多傳染病 跟我們醫療服務 我們經常都想著 人們長壽因為醫療服務支持 因為西醫搞到我們這麼長壽 經常聽到這些 世界衛生組織都不認為不是 是我們的生活習慣、其他環境方面 其中一個看到的情況 就是我們人們開始知道現代醫療的問題 這本書是Dr.Kalran Yi 他是我的同學,我在多倫多 當時我通常是搞開班 將美國一位同運療法的教授主任 帶去多倫多 當時Kalran Yi是我們的同學 他很有趣 我看到他小小生氣 很嬌嬌嬌嬌嬌 很害羞的一個人 結果他成為一個醫療法 醫療法律寫了這本書 這本書裡面有個資料說 今時今日在導致人的死亡原因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美國 是西醫的醫療服務 死的人多少 是583,936人 每人死在西醫所做的事 不是說他做錯事,做對也成 其中裡面 而心臟病和中風兩個加起來 都是69萬9,697人 因為癌症死亡差不多是 55萬3251人 這是今時今日的人死的最主要原因 當然為何人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很多事醫生都不會告訴你 這本書叫做What Doctor Don't Tell You 這本書我都訂閱了二十多年 這本書最近有中文版 我們公司陸倉醫那裡都有 如果你們喜歡看中文 這個應該有翻譯版 其他這本書是英文 這本書是醫療黑手黨 作者是偉西醫 整個結構如何控制我們呢 好像 好像控制整個醫療體系 所謂的醫生的結會 即香港醫學會、美國的A&A 接著政府的部 即所謂的regulatory agency 衛生署等 那些人是誰控制世界衛生組織上的 世界衛生組織有很多指引 很多時候我們香港做的事 其實為何要做呢 因為世界衛生組織全世界推動 例如不論醫療廣告料理 那些食物攪牽法 或者醫療機器註冊 其實全部都是世界衛生組織 其下一個叫Codex and Manchera 推動的 香港的衛生署又不會食用這個東西 其實這是全世界的推動 即是說這個黑手黨 上面是世界衛生組織 再上面是藥廠 藥廠是控制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特別的指引 控制委會學家的機構組織 那些協會醫院 然後控制醫生 醫生就乖乖地 好像兇仔一樣被人調到操縱 這本書就講到整個過程 大部份人好像羊背那樣 即香港人都是羊背那樣 我在2、3月前去到衛生署 他有一個簡介 就是講那個不能醫的條例 他就加了兩個新的指引 一條例是講癌症的道理 千萬不要說有甚麼可以 遮到癌症的方法 還有一個我不記得 就是兩種新的指引 他就照了一個簡介會 他就說我們立法會通過了 上月通過了 我們接著的年底就要推動立法會 有五十多間公司就出來 來聽怎樣說呢 當時他就講了一件事 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從來不知道 北洋醫生講的條例 是1953年香港成立的 你知不知北洋醫生講的條例 那個項目的是什麼 他承認這個條例的目的是什麼 他當然不會這樣說 他當然不會這樣說 他講什麼呢 他講到我都忘了 哇這樣都可以的 當然他其實結果是這樣 但他當時講的是什麼 他說他是不想香港一般人 自己醫治自己 而希望香港人有什麼病 就不去專家醫治 這是他的State of Purpose 很呆了 我真的有當時立法會 那些人在想什麼 會經常想這條例 那你自己醫治自己有什麼問題呢 這是一個基本權利 他說如果我給完訊息 你便自己醫治自己 當然 而下次也會說你不是醫生 你自己會單五病情 會醫錯自己 所以你有什麼事 一定要在註冊的醫生 全世界有什麼行業 有政府的能力 是要保障給生意打的 真是我的 我想想想 如果你做的事是這麼好 這麼多人接受 你什麼要這樣條例 逼人去光管你 那條例就是這樣 不想這些人自己醫治自己 當時我便說出來 資訊是基本人的人權 香港人為何連這個資訊都不給他 他便說我們今天不是說這件事 我們今天是說這條例要實行 我要執行要怎麼服從 這些問題要講去立法會講 追回立法會講時 立法會當時的人喜歡想什麼 第二件事我說你所有禁止這些人 不可以聲稱這種工具可以醫病 那是否全世界已經有科學政制 這些方法是真的聽不到呢 如果這些方法真的正制 聽到的時候為何你不去講呢 他們便說今天不是我們的問題 你要去第二個地方 我說這是基本人權 追追可悲的那天五十幾間公司 我三番四次提出兩三次來說一件事 很不適合你的話 沒有人反應沒有人反應 這是最可悔的事 我便想一下為何算好呢 那公司怎樣去comply 怎樣去服從 他便知道這條例是bad law 為何要那些人跟這些壞的惡法呢 但竟然五十幾人壓著無聲 所以我覺得人類是沒有希望自己當自己 真是的 所以宋娜未來多幾次 共度有希望重新來 我們人類根本是我們教育 令我們人不懂自己當自己 想想二十三條政治性的條例 人幾多人會走出來講 在醫療上各個都不敢出聲 為甚麼呢 這是歷史前身 全世界都有這個問題 大部分的傳媒都接受了 凡親有醫療的東西 記者是無能力去判斷是非 所以他永遠要找些專家 所以凡親有這些東西 專家說他們會暴動 不是所謂當團的醫生說他們會暴動 如果我們走去講 他永遠說甚麼都好 就找個西醫療控制在我們 所以為何你永遠聽不到其他工具 因為整個傳媒在美國已經開始說 根本只有一些東西 都認為我們一般人是不懂這件事 是不應該談論這件事 不應該報道任何這些醫療的事 一定要出於所謂的establishment 所謂的核心處 所以會不消消息 這本書有講 我們各個都是揚甚麼 被人去那裡再講 這本書我亦都跟作者談過 他都說給一千元 他就給我翻譯的男美金 最大問題是我沒有人受念 我有這樣的心 就算有人肯除這樣的錢 但都沒有適當人幫我做這番譯 這本書就講了歷史上 所有新的建立新的方法 出現時都被人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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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新的東西當時的當權者 會抗拒新的發明 結果新的發明全部是有效的 麻醉藥的時候 葛瓦阿堅幾乎是笑到醫生死的 無中手術也是笑到他死的 維他命斯當時的醫生發明後 已經令到當時很多水手在海洋那裡 因為缺乏維他命斯 所以叫做Scarbium那種病 死了幾十萬人 每年都這樣死的 醫生發明這個方法 叫你吃過Lime 吃過清零 總之糧食裡 記得要多帶親私的水果 帶些Lime 所以醫生應該水是Lime 因為他們適用這個方法 已經將死亡人數減到很多 但這個方法已經證受很多次 營養幾十年後已經被傳染接受 其中有一個 Dr.Dickney Samuels 他教醫生洗手 為何呢 他發現他是個苦產科醫生 他發現他自己醫院裏 那些苦產科的女士 死亡都很高 差幾% 但發現他在鄉村裏 用折身火來折身的女人 死亡是亡老時 他發現了分別的原因 就是在醫院裏面醫生就不洗手 那邊去劏死屍 那邊去處理病人 接著去折身 為何呢 因為他覺得我裝身血涼涼 代表我厲害 我忙生意好 如果你劏開正日 即是好生意 即是用這樣的氣氛 總之就是 那邊搞得很快去折身 這裏面的病人 那裏面對病人 他發現了這裏面 就下令醫院裏面醫生 在接觸病人之前一定會洗手 那死亡老人回血涼涼涼 別的病人很低很低 應該是必須提估的 那醫生結果都不接 怎麼搞錯呀 我們這樣做了這麼多年事 你要改我們就不行 結果又不載他又繼續不洗手 結果死亡老人 放不放生人身傷他 死了很多人 結果這裏面的醫生 肯定是精神病死亡, 这种打击很厉害, 其实历史上你看这些书你会很生气, 希望你生气, 将这些能量包围很多, 生气自无量, 如果你不做事你会成为犧牲者, 你的家会成为犧牲者, 你的儿子会成为犧牲者, 其实很多人做事, 但在历史真的很有趣, 所有新的发明物, 结果不正实有效, 当年个个都是悲惨的命运, 这本一本有本好处, 我们公司也有的, 好,跟大家讨论一下, 为何那些人会这麽慢顺势呢? 当然有很多慢点在, 第一个慢点, 我经常认为我们过去的, 我现在又长寿了, 经常说现在又长寿了, 很多以前的权业病, 我们全部都控制了, 所以现在那些人很长寿, 那就不重要了, 有什麽病好呢? 总之捐多些钱, 我们一定会研究, 科研一定找到答案, 所有的病都是那样的, 总之跟个案论料一样, 这个病很厉害, 杀人很多, 不重要, 我们继续做研究, 总之捐钱, 我们最后一定会找到答案, 大家知道了, 男症迁战了三十多年, 死亡率一点都被改过, 原因为何呢? 根本原来, 今时今日我曾经所讲的, 百分之这个新英零1977年的报告, 根本百分之八十的病和手术, 现时的西医是医不到的, 即是手术和西医医不到的, 西医只能够医到十分之一个病, 即是我所讲的, 因为西医所做的事是制造十分之一个病, 所以曾经所讲, 每年有几多人头号杀手, 七十八万三千九百三十六人是在西医手上, 即是制造一些就是杀了无数人, 另外一个是英国医学习记者, 他普遍来研究二千五百种医疗, 其中十三个百分之认为是有效的, 二十三个百分之认为可能有帮助, 八个百分之认为一半一半可能有帮助, 六个百分之认为是有效的, 而四个百分之认为完全有效的, 其他四十六个百分之认为有效率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在阿州的周刊里面也有所谓, 到底我们长寿的原因是为何我们长寿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公众卫生处施改善, 真正正应该拿医学的莫贝尔奖, 就发明冲刺所有人, 把污水和食水突开是导致我们很多传染病受控制, 我们居住环境, 我们工作环境饮食食物充足了, 因为导致我们的审人制造传染病早死的原因减了, 导致我们长寿, 不是因为我们西医所做的那些方法, 再给大家看看, 你看回这里, 这个数据虽然比较旧一些, 但数据比较都可以用得到, 1980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0.1岁, 1981年是70.5岁, 1983年是70.9岁, 慢慢地是要增加的, 好, 我们也知道第三世界国家, 哥尔达尼加,波多尼哥, 巴拿马,巴巴多尔和古巴, 这些影响第三世界国家, 因为医疗秩序很差, 一般都会这样闻, 你看回那些国家的预期寿命, 是高过美国的, 高过美国的, 我再看下面, 匈牙尼, 捷克, 罗马尼亚, 波兰, 巴加尼亚, 在80年代, 这是什么, 共产国家, 共产国家有个特色, 就是医疗普及, 不会说你没有钱, 没有保护医生费, 是全面普及, 就是说, 医疗全面照顾之下, 他们的预期寿命是一点都不高, 很低, 67%, 即67岁, 65岁, 是低的, 低过美国, 比较高的那些, 就是瑞典, 冰岛, 希列, 匈牙尼那些, 所谓冰岛, 希列, 比美国高, 即是美国医疗费用很高, 差不多17%, 医疗经费是多过美国的军费, 这麽大量用医疗设施费用, 和美国多少名医人, 多少医生, 全部走到美国, 印度好的医生, 加拿大, 澳洲, 全部都去到美国, 所以美国的人材很多, 医疗人材很多, 结果成绩如何, 美国一点都不强好。 好, 那你再看看, 全世界有很多长寿村的地方, 是吧, 乔治亚州的, 那个, Akensian, 那个Honser, 是那个巴基斯坊, 那个Equidol, 他叫Bakabama, 我去那个, Dr. Brian O'Leary, 就是那个地方, 那我去了之后, 其实很多鬼佬在那里, 又不是记得很多老人在街面, 很多很多外国人士, 那Bakabama, 中国是广西的巴马人, 其实中国有两个地方是长寿的, 阿塞拜疆, 阿美尼亚, 西藏的高原, Titikaka的秘鲁那里, 这些全部是高山地方, 这些地方是很荒谬的, 肯定是没什么医生的, 另外一个就是沖繩群岛, 沖繩群岛, 沖繩群岛是水平面的, 我最近都去过两次, 那边都去过一个老人员, 很多老人家在那里, 这些地方可以这样看, 整体来说, 其实医生是不多的, 是很少的, 所以我解释给你听, 不是因为医疗服务, 导致那些人长寿的, 还有一个原因, 我看一下, 在美国和北美洲南美洲, 都试过好几次医生罢工, 很奇怪的, 每当医生罢工, 比如在1962年, Serskatchewan, 医生罢工, 罢工期间, 死亡率跌了17%, 接着罗赛, 罗赛1976年, 医生罢工, 当时是因为医疗保险的 mild practice feel很深, 很多年前, 你一毕业, 你一开始收钱, 医疗保险费, 医疗事故保险费, 差不多2万元美金, 当时我一毕业, 人工都不是那么高, 很多医生都说不行, 我们要抗疫, 我们停止strike, 总之是罢工, 7六年间, 在罢工期间, 死亡率减了18%, 百分之18%, 另外国家, 南美洲, 哥伦比, 波古达, 医生罢工了52日, 死亡率越罢工越长, 死亡率越下跌, 跌到30%在那段时间, 当年最长的1973年, 当时有一个一个月长的医生罢工, 在以色年, 死亡率减了一半, 当时那些人开始察觉有问题, 就是闭银馆老板, 突然之后发现, 最近的生意出了那么高, 就开始追究原因, 发现原来医生正在罢工, 他记得快, 20年前有医生涉罢工, 又是生意涉身, 第三, 一般经常这样说, 是呀, 怎样都好, 西医快点, 西药快点, 其他方法, 自然医疗, 中药, 都是原来慢的, 所以他通常认为, 不要理那么多, 我才搞定症状, 才慢慢去调理, 这个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我相信大家都试过这样的想法, 结果大家知道, 快不快, 不是代表好不好, 很多人一进去之后, 用这些化的方法, 禁止表症, 身体越搞越和, 结果由急性病变成慢性病, 在1978年, 我们经常说西医是科学化医疗, 有科学根据医疗, 其他没有科学根据, 即是纯统医疗, 用了很多年, 当然很多年都行, 应该有足够的证实, 但很多人都以为, 在科学领域, 西医才有科学根据, 其他没有, 实际上是否, 1978年, 那个美国科技监警局, 做了一个普查, 看过美国以前, 医疗西医所用的方法, 到底会有多少有科学的证实, 发现百分之八十九十, 是没有科学根据, 接着, 在美国的Academy of Science, 同样来做一个普查, 发现百分之八十七西医所, 就会是没有科学根据, 尤其是癌症, 癌症是从来没有科学根据, 它照做可言, 癌症通常说, 如果你的tumor缩了, 就叫做成功, 病人死了也叫做成功, 即是你做了治疗, 病人就打tumor小了, 但病人死了, 那叫做成功的治疗, 一九九一年, 英国医学雜誌都说, 八分之八十五西医所做的事, 是没有科学根据, 好, 这个问题出现哪裏呢, 问题就是, 我们常分不出科学和科技, 即是scientific program, 和technological medicine, 是两个问题, 即是现代医疗呢, 那裏是一种科技的医疗, 有很多高科技的工具, 就不是代表它是科学证实的医疗, 即是这件事, 令到很多人是搞错了, 搞错了, 好, 很多时候呢, 它都有一种另外一个环点, 即是, 用自然医疗, 健康食品呢, 会延迟接受正确的医疗, 很多时候, 它为何不良医疗讲的条例, 它背后都是这样的, 你自己的自己, 一定不行, 有些其他自然的方法, 一定不行, 最大问题是, 你劏病情, 所以我们总共有有有有义务, 就不让你这样做, 即是, 大家知道结果是怎样的, 根本就是完全是错的, 因为全世界, 死得最多是死在世音, 全世界, 起码在近年25年来, 是没有一个人死在维他命, 食草药是没有的, 曾经在纽西兰最近政府, 因为要立例, 即是, 考虑需不需要立例, 来控制所谓的营养素, 那些草药, 政府就不想想, 不如在我们的corner office, 即是那些corner office, 过去死亡那些序, 去查一查, 到底有没有人死在那些资源, 那些营养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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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是这种手段, 这方面的书, 这本书我跟周雪翔很久写, 及《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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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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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文仔缺乏注意力就是过度医药, 聪明的宋文仔是高痕感的, 多多时光都要东搭西搭, 这不是过度医药, 总之很多时候就说这是过度医药的宋文仔, 年轻健康的人需要Biagra, 将性方面都可以当作推荐这些药, 女性根源这种病例需要学义药, 例如HRC,HRC,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证实很多人的男症,女性的男症, 这些药做出来的, 现在为何女性那么多的男症, 就是早期避孕女已经证实了, 这些荷尔蒙也逃脱, 很多人提供男症, 害怕单独上头演讲患了社交恐惧症, 大局围组都不做坏, 这些是社交流量, 这些社交流量, 宝贝尘最大恶技也不得好, 宝贝尘根本不是病因, 宝贝尘根本是宝贝尘高低, 和你的中风是没有关系, 就没有了,一身食蛋降降股食荣, 你死亡你这人是没有长久过的, 一色一样,最多有少部份人 是长久了五十几人, 是这么多,吃一生都是荣药, 这种反昏上很多很多副作用, 这本社交流讲完, 根本是製造一些通病, 每人都有病, 接着这些人就大量不开修, 现在更大量做广告, 《药理生病》也吃了些药, 《药厂制造集病的真相》这些书已经开始多, 但应该盲点, 公安医院收费比西医比较便宜, 还有燕疏,燕疏给钱, 所以西医便宜便宜很多, 我们看不起中医,看不起自然医疗, 因为我公司的验疏不及, 还有你知要看香港, 看政府问题, 现在连港都是一百元, 一天是存一百元, 以前好像是六十元, 现在交到一百元, 但它不知道背后, 这个不是真的便宜, 只不过纳税人关系只付百分之九十三, 否则医疗都付这麽多时还便宜, 你看到政府医疗财政, 原来一直不断增加, 几年前找个哈佛经济学家, 来香港计划一下, 他知道今次医疗开支, 未来十六年, 会欠款高过二百六十亿, 所以大幅增费, 住院费六十八元一日, 要交到一千一百五十, 还餐费四十四元, 要交到四百四十元, 基本上我们所给的, 是很少很少的, 政府不断推出的方案, 消息就说每人给3百分之三, 公司给3百分之三, 背人给3百分之三, 大家算一算, 这三个人早一世一个小病便没有杀, 它完全不够用, 所以一直都杀不了, 这就是我们医疗问题,别让医疗杀了你杀死你, 中文书多了很多,这些书我们在陆创业都有, 中文和陆网上有这些书, 大陆的盲点龙,如果西医疗医疗那么好, 为何没有被政府认可呢,很少听到, 刚才有人说过,现在整个医疗都是受西医控制, 因为是广告费,尤其是医学杂志里面, 大部分医学杂志的文章, 基本上是药厂的人写了做了, 然后找个教授来挂个名字, 而且药厂在药厂杂志做很多广告, 曾经有一位医生, The truth about a drug company, 这位Masir Andrew,他当时是新英文医学杂志的创业, 在他在位时他发现很多研究文献背下药厂出钱, 最后他说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医学文献, 他研究是如果是药厂就背下有钱, 他就不接受,他做了两年, 几年,四年后他离开了去哈佛教书, 下一个折搜的人发现, 如果是这样就没有文章登, 大部分都是由药厂出钱, 所以这个条例放弃了, 如果是这样就没有人, 那本杂志都倒闭了, 根本没有这些中肯的文章出现过, 好,另外1.7, 如果西医这麽差, 仍然都被人采用, 一定有人受惠, 还要过命推, 推什麽? 如果有这麽差, 有人受惠肯定, 谁受惠呢? 明显, 就是药厂受惠, 现在药厂是全世界这麽多种狂业最赚钱, Forture 500里面, 好像有十几家药厂, 它的收益是多于所有其他Forture 500的公司, 它们的肥身量影响大約17%, 第二好赚钱的公司就是Commercial Banking, 11%,其他那些很少, 真正的政策很少, 所以为何会推呢?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钱,钱,钱, 第八, 以防胜于治疗, 我们经常叫人去打个定期检查, 大人, 打感冒针, 预防身份诊, 整套都接受疫苗注射, 大家都知道, Potential Retreat, 全世界最大的严肃公司, 曾经做过25年的比较研究, 有几万的受保的人, 一部分叫他去做检查身体, 就是严肃公司给的, 总之会人去做, 另外有几万的受保人就说, 你有病你就去看医生, 即是不叫你会人去做检查身体, 总之有病就去看医生, 公司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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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年之后, 比较两组人士, 两组人士的患病率和死亡率, 是无分别的, 好了, 为何会这样呢? 每年去做检查身体, 还有有病才去看医生, 你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是无分别的, 你这些解释, 想想想, 两个原因, 第一, 当你这些一般的所谓施檢的方法, 找到的时候, 其实病已经进入身体, 已经太次了, 有些癌症, 癌症不是见到瘤才开始, 是在很多年, 才慢慢的呈棉出来, 所以暖光功能衰退, 肾功能衰退, 酵素高, 其实这个病已经漏了很久, 病由健康变成功能性的患病, 牛下牛下, 牛逐病理性的患病, 那时已经很长时间, 西索用的工具, 全是在美肌安里找出来的, 早期根本找不到, 所以你找到的时候, 已经太前, 第二个原因, 找到是怎样呢? 你都不懂医治, 你都不懂医治, 所以解释到, 患病率死亡率是无分, 好, 最近叫那些少女, 子宫颈癌是实手, 我有这个Gardlesson, 这种疫苗可以吃, 结果很快, 1300的女性已经吃了这些Gardlesson, 这些子宫颈的疫苗, 已经有很多副作用, 所有化学肯定一定有副作用, 因为这些物质是我的身体不存在的, 身体的细胞, 你的器官从来不存在, 不需要的东西, 有什么可能隔得实在你身体, 你身体不会辨识它, 是不可能的事, 肯定有问题, 看你多少发型, 你只看形容注射, 现在全面打针, 要有多少敏感问题, 多少测诚, 多少哮喘, 搞出自费症, 各度会弱, 多少这些学习能力问题, 社会暴力倾向, 要有什么差别切身平平, 个个都是在身体, 100%是在身体, 政府为人民服务, 将资源公平地分配, 政府不是一个老人家, 一个很智慧的长者, 在上面看着档口, 来分钱给大家, 政府是什么, 既得利益在那里抢钱, 这是政府, 在美国来说, 哪个总统进去哪个party, 一式一样, 是同一班人, 在背后推那班人上去的, 他给钱两边都给的, 谁赢都要贡献回报给他, 所以政府不是一个很智慧的, 很公平的支配, 根本不是, 政府就是人, 是那些人在里面掌资源, 政府这些人总之就是, 你帮我进去之后, 我将来回报你, 每个party, 每个partition都在做这些事, 是谁帮你进去, 你贡献的人给他, 所以政府做出来的事, 会不会全面解决方法, 会是他唯一只做人做事, 或者只做人, 就犧牲第二个人错, 不会全面的, 所以现在这个所谓democratic system 是永远不成功, 而且不会成功。 我刚才所说, 医疗黑手党, 政府根本不是他控制的, 这个是college, 你看到了, college, 变初公司, 所谓association, 上面是government, multinational, 这些就是整个黑手党的结构, 就是这样的结构, 好了, 再高一点, multinational, 政府是什么呢? 就是well health organization, 和那些银行家, 这真正是控制整个医疗计, 我们每个人一般要顺文, 要听话, 政府要做什么去做, 千万不要说不, 结果就是我们博士一切分导, 这个是说aspertain的那个case, 它怎样呢? 即是厉害推出来的, 根本是aspertain, 所有研究都发现很多问题, 这是代表, 但因为政治的manipulation, 它就出了用, 下一步就是genetic食物, genetic modify, 现在不单控制我们的健康, 将来用那些基因食物, 控制我们需求的食物的实惯, 现在出来的食物, 是不会自己播种的, 不会自己繁殖的, 你进入这篇之后, 你以后就要靠工资给种子, 整个食物控制我们, 不单控制我们的医疗方面, 好了, 那医生会为病人着想, 会想用方法令他们早有康复呢? 其实很可惜, 其实医生自己都是一个犧牲者, 他受他的教育, 他不懂其他东西, 当然他也有其他东西, 他要人帮你去打走你生意的敌人, 当然也好, 但其实很多医生, 真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坏事, 如果真的当他自己整个, 去做一些认为正确的方法, establish medicine, 不接受的那些, 他结果遭遇, 被人循环, 所以很多医生明知有问题, 不敢出声, 因为始终那些问题是排照制度的问题, 你要改革医疗, 不应该要license to practice medicine, 譬如你用那些毒药, 当然要有特别的训练, 如果要开刀, 当然要有特别的训练, 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因为医生要有执照才可以行医, 这就导致医生被人控制, 所以将来改革一定要delicent, 不需要执照,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告他, 你认识罚他, 你用不着用牌照制度,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牌照制度是控制医生, 他那些人乖乖就在这个手法, 因为你保护牌照, 你不愧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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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听他说的。 好了, prescription for desathe, 这些书, 我要重复给你, 但是virus, 死了五万多人, 这种非旅故上会消炎药, 好了, 这个就是Codex Elementary的食物的兼定, OK, 好, 好了, 其实他用什么的手法, 来得到这个权力呢, 当然委员说维护大众的利益, 保护亡不知的市民, 所以会承立这些法例, 他这样的牌, 过来都乖乖乖就范, 所以就说法委员都听话, 那些法例是做什么法例, 你也看到, 这个就是北阳医药讲的条例, 我跟他解释了, 原意是根本不想你自己, 不想你有这个资讯, OK, 根本包括证实有效的东西, 你都不可以做广告, 如果你正确不良这个广告, 不良的意思即是你做假广告, 是否没有证实的东西, 你就会推翻来推翻, 那你说不良, 如果有些方法证实所有东西, 你都讲给人听, 为何要做不良呢, 这样看到, 目的量不是想你自己, 主要是想你不要自己医自己, 有什么事就乖乖地看自己身, 好, 还有食物药物管理的条例, 今次今日, 香港药物的条例就说, 所有入口的东西, 能够更改身体系统功能, 这个物质, 定义上是药物, 那杯水就药物, 你又不吃那只蟹就药物, 根本没有一种食物, 不能跟改身体, 没有一种食物不能医病, 用这个感觉法来看, 你根本所有药物都是药物, 都要注册, 当然不可能的事, 他说, 如果你的药物是软状的, 有成分的, 有dosage的, 就药, 所以药物全是药, 抗物全是药, 药物全是药, 药物全是药物, 所以中医入口之后, 其实不好事, 中医的药物被它控制了, 这就是用这些手法, 将我们的医药工具完全控制了, 表面就是这些, 好了, 当然, 这个是叫two-way store, 还有食物的声称, 你不能声称某种任何东西, 是可以医药病, 如果你做科学的科研去研究, 当然, 你做这任何科研的研究, 要预付一只药, 在美国领海 是差不多五亿五百亿美国去做的, 至少要成十多年的时间, 一个天然的食品, 没有专利权的食品, 有没有人会去做这样的钱, 它证实有效, 跟着其他人过去买, 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自然的工具 永远不会走到这条路, 永远不会有人做科学的研究, 去证实有效的, 下一步就是medical device registration, 医疗议器监管, 几年前他们的借口就是, 香港很多美容院用一些激光, 整化了人皮肤, 所以这些议器要受管制, 结果在美容界困起, 抗衡了这样的条例, 当时我亦都参与, 我只层一样东西,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有这样的条例, 是否有这条例之后, 医疗的事故是减少了, 根本绝对无分别, 还有你的消耗人的人, 是否只是美容师消耗呢? 几多网夫医生, 他本身烧坏了, 他会否告诉你, 他在交流就算了, 他不是说医生排列的仪器, 就不会烧坏人, 这些全部是一种藉口, 但一般是保护消费者, 根本人很蠢的, 会被人骗的, 那些人是好事的, 这些全部背后的一种阴谋, 是全世界性推断的。 最近是scientific evidence, 我跟总说, 是否起码要$500,000,000? 所有人都会做的, 还有我们用一种还原式的方法, 就是我研究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有没有有效呢? 要单方去研究, 我食物里面是否吃一样东西, 当然不是, 我吃的都是多方要吃的, 可不可以做这些研究呢? 根本不可能做这些研究, 最近有个产品, 是帮助那些情绪低落的病, 还有那些排泡量, 那些情绪高涨和情绪低落的, 很多情绪的病, 其实是一种营有份的, 很多种多种营有份, 它的譬如就是这样, 一个堤壩里面, 堤壩里面有很多洞, 很多洞, 水就流出来的时候, 你想想哪一个堵塞的方法有效呢? 你会不会堵塞一个洞呢? 就有效呢? 不会的, 因为要很多洞一起流, 所以你要填, 你要全部去填, 但现在我用横圆式的所谓方言的方法, 就是用一个variable, 你知道维生命B1是有份问题吗? 你就研究B1, 如果这个不行, 吃不吃都没有帮助, 那现在是不是钙有关系呢? 那就研究钙, 但是自己只用钙没有帮助, 但问题好像在堤壩里面有很多洞, 你不可以一样东西去做, 你还要全东西去做, 这些所谓还原式的科学, 这些探渡的方法, 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要证实洗腸有没有效, 你要做什么呢? 要做假洗腸和真洗腸, 那你怎做假洗腸呢? 你有办法做吗? 他会做不到, 他会因为没有科学根据, 没有科学根据是错的, 没有科学证实它错呢? 没有, 大家一样, 没有科学证实它可以, 也没有科学证实它不行, 大部分人不知道, 没有科学根据, 没有科学根据是假的, 其实没有人做过, 做了之后可能接受就行, 但一般人就不明白, 背后这个字句背后的意思, 没有人做过, 其实根据大部分人不知道 行不行, 随便是我, 对不对? 接着就EU那里了, 现在今时今日都五月, 五月在英国来说, 因为欧盟新的法例, 基本上大部分草药方面 已经被它拔走, 要做都行, 你就去申请, 我已经是这样的注册, 当然我说不行, 你就去注册, 你知道如果注册来说, 在英国来说, 差不多要15万磅去注册草药, 有哪个人会注册草药呢? 有, 有25万公司注册了79种 Approved Herbal Farad, 其中三分之一是药床, 所以买起草药公司, 它买起草药之后, 它不会用, 它未必用, 它买起草药之后, 就收起草药, 它必须要收起草药, 不要用, 不给你用, 它不一定会帮你推草药, 其实在英国来说, 英文雜誌英国, 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中草药, Are you ready medicine? 和阿玛逊行的药药, 全部都会消失, 从5月开始下去, 这件事不要以为不会发生, 这件事不断地发生, 将来营养补充剂, 它永远去注册, 它说你注册的时候, 它问很多东西, 有当公司将一种药药的糖果, 生一体食物, 所以注册, 它问你, 这种药有否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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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做研究, 那当然不会再做, 够一够药就没有了, 你知道这种药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根本从来没有人写负责, 你做什么, 你保障哪个呢, 就照用, 如果有卖假药, 就告它, 认识告它, 要不用这种法律做呢, 这种法律一向都有, 只不过它不用, 如果它用金融, 不用这种药有其他法例, 这些是曾经所说的资料, 5万5千人死在那里, 这是加拿大一本处, 例如加拿大那些钱, $1.000 is wasteful, 这是说那个同学疗法, 西医抗性医疗, 如何去对付同学疗法, 当时他们的例子是这样, 如果你是西医, 你是对抗性医疗的人, 你的太太不可能是不可以说的, 你不可以处一个同学疗法医生, 不可以associate, 如果你是否才会用医疗, 才会用医疗的人, 他不可以有其他医生在那里, 他用很多这方面的手段压迫他, 总的手段是Avron-Texner, 在1906年, 一位教育家, 当时Karnegi Advances for Education和洛克菲勒 就committing这个人, 全美国去警察医学院, 看看他的水准可不可以, 好的水准就给他分数, 高分数就Karnegi突出钱, 去资助他, 如果水准不好, 就没有钱给, 表面上看得很好, 他找的时候, 你教什么的, 你教我自己, 加同学疗法, 去睡, 有时他不会这么快去, 但我们给钱给你, 不过我们有些人要入你的桌子, 在董事局里看着他, 他一直去到这时, 你都知道, 你再加同学疗法, 你就不会有钱, 结果同学疗法一直被消灭了, 当时美国有九间黑人医学院, 九间、九间、六间, 当时美国有三间女性医学院, 全部都没有了, 为什麽呢? 当时Avon Faxner, 洛克菲律, 想将医学受控于资本主义, 他想将医学医学院, 医学医学院, 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 一个二人的职业, 早期的医生不是, 什么人都做得, 很多普通的家庭主书做的, 早期杀那些女母, 全是医生来的, 做医生来的, 当时那些男医生看不到, 用医生的手法杀了很多, 那些折身国, 那些人都做的, 这些手法杀了很多, 那些手法杀了很多, 他就叫王国, 当时已经得过谈起的, 他叫科学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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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这些手法杀了很多, 这本书都说了, 你看到整片是背后的, 另外一本书是 《Recruiteering in Medicine》, 西医方面都是急救, 手术、诊断, 大部分是基因和疫苗而已, 香港来说, 这些医生全是在加拿大的 Ontario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全是排斥的, 去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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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次是華盛頓州的三萬多個醫生被搞 香港有五個靠雞皮疙瘩,其中一個不斷被西醫界判斷他們 出了一本書《Rabbit Dog》記錄這件事 這本書是香港一位不曾經科醫生寫的 他記錄當著一位不曾經科醫生在香港掙扎的歷史 今次注釋後,香港有150個註冊 但很多人都不明白在香港做的,總之先煮飯 萬一需要來香港,醫學史上充滿這些例子 早期都是用這些燒女巫的方法,通常都是這樣 我們需要 license,有 license後慢慢消滅它 在最近來看,這是講加拿大的發展 1980年代,AMA和骨神器科醫生打了一場官司 就是15年的官司,結果證實美國醫學會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刻意想像手法 contain and eliminate chiropractic protection 現在在BC省內,他們的手法是將醫療保險不包括它 2002年,BC省將脊骨神經科、物理治療、自然療法、 打在廚房方面按摩,全部都是醫療保險不給的 除非你的病人收入少於24000元一年,可以給10次 到2004年,靠Practic都不cover,接著在Ontario都是這樣 慢慢地就沒有了,所以他們的工具有這樣的手法 好,我想跟你說一下我們怎樣去抗衡它 怎樣去改這個問題呢 好,很明顯我們要解決的方法,我們一定要把醫療這個市場 要有公平的競爭,我們怎樣去進行得到呢 當然我們要把所有這些惡化消除它,要改變一般人 令西醫好像神那樣的觀點,我們實際行動方面 這是我自己的建議來的,實際行動我們能夠成立一個 個人保健儲備金的制度,每一個香港人為政府 你出生香港市民可以給你10萬元,這筆錢是給你用在保健的 這筆是你自己的錢,你可以拿這筆錢去看醫生 你可以看甚麼醫生一定無所謂的,你可以看註冊的西醫 註冊的中醫,註冊的著醫,或者沒有註冊的同胰化醫生 沒有註冊的自然化醫生,或者官人聽話都可以看的 不要緊,因為錢是你的錢,你當然會看實 你當然會有些方法真的有限,你需要繼續用下去 你今時今日不是的,西醫全部都給了,你死你都去 你看其他方法要自己付錢,你的動機會有些不用錢的方法 現在這個方法不是政府不補償,我給錢你去看 給你自己你任你用,你會罵他,當然個人都會罵他 手法就是這樣的,你一路用一路用 你用到這麼少的時候,你就要補貼有用,即是有能力 即是有窮的,如果你有錢,為甚麼不給自己的錢呢 現在不是的,我的公立醫院有錢都會看的 有的不是家裡沒有錢的,總之不用錢,不欺負就欺負 這樣變得醫療費用不斷增增,不是只照顧沒有錢的人 根本有錢就照顧去難用 現在這個方法就說,個個都要付錢的 如果你有錢就要付回來,但你沒有錢,可以免的 好,我給你10萬元,可能當你差不多臨死時,你被用完 你會否跟醫生合作品,但你說沒甚麼病,大家用完之後分 可能是人機會有這樣的動機,怎樣解決呢 如果你不錢,你用完,就給你做遺產又吉,做免作費都可以 即是如果你真是很善用,自己貼著錢去用,你不是罵他 因為全世界的醫療保險都罵他 醫生人貼著很厲害,所以很多電梳公司是看實的 這把錢我給你,但只要給你那麼多,你不要亂來,只要給他玩 你自己給錢,可能10萬元,電梳給的只有5萬元 你不用說,我不會看的,用手法來按 當你自己的錢,你不用人,你自己也會上罵快省些 如果你能夠有些方法,你不會扔的,不會給人開多,幾十萬元開多 你不要做些事,不用開多,你會做的,你說你真的沒錢 我這個制度只是可以照給的,這本群眾人在街上磨磨磨磨磨磨 死又定死,沒有人可以照給你,沒所謂,你真的有病,我照給你 但起碼自己能夠不耐得起,不可以濫用,自己會上大樓 找些有效工具,不會找些無效工具 我覺得這個方案其實就解決了大致上,其他那些物質要改 你不能說跟什麼東西進口的東西都可以對藥物 加一句很簡單,我幫你做完,工作不用找律師為你寫,我幫你寫完 加一句,除了食物自然,藥物營養補充劑之外,加一句 因為這些東西從來沒有傷害的人,會否當它又不是來管制它呢? 好,第二,佛不揚這條條,加一句,沒有經科學證實就不准做 有經科學證實,為何不能做這個廣告呢?其實這些廣告 如果我覺得我不想廢除這個廣告,我給你面子,我加一句 沒有經科學證實就不准做廣告 廢除食物的標籤法,拖鱼魚的,哪個人食物是看著標籤法 哪個人會這樣吃,你會不會,根本沒有人會這樣做 標籤只有七樣東西,九樣東西這麼多,食物這麼多東西在這裡 標籤只有幾樣東西,為何基因食物你死得不找標籤呢? 過關於你標籤,他死得不找標籤,那背後是什麼呢? 什麼食物是穩定的份量,什麼食物是穩定的份量? 人造的食物,假的食物的份量便穩定,自然的食物的食物 當然不會穩定,當時多人少些死,少些多些是法法, 但不准確,成格食物標籤法最終製造多些人工做的食物, 自然有機的食物根本不會出現, 在美國這些法律存了這麼多年, 美國人是不是健康了呢?是瘦了呢? 這根本不可餘,做了不及效的,你在香港做什麼呢? 那是背後的目的大家知道 那醫療儀器,除了醫生很危險的那些, 香港這麼多年來,那些bacemaker,很嚴重的那些, 很危險的那些醫療儀器有沒有註冊? 一般都沒有,每天都死在這裏,一般都沒有, 哪有個望鏡,醫生會用一些危險去塞你身上, 他都不會這樣做,你需要用這些去註冊不註冊, 那營養保充劑根本是多餘的,不用的, 不用的,要罰,要埋架, 因為目前已經有條例去制衡他們, OK? 好,要說的話大概是這樣,行動一下, 不要以為這個世界是別人做事可以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是有問題, 一個人做得什麼呢? 其實全世界一個小部份的人做一些特別有意思的事, 因為世界就是這樣改的, 我只能靠自己做少少事就可以了, 我自己少少事不做, 這個世界不會變得更好, 要做少少事就可以, 有機會將這些書自己看的時候, 叫多些人看, 多些人發怒,到時候發人會做事, OK? 好,感謝大家,有問題可以。 好,我站在這裏。 有沒有人有問題問呢? 你有呢?我想問, 為何那個洗腸要用咖啡, 就會清洗到乾的排毒呢? 我有一次看到的, 我想應該是想來想的。 咖啡灌腸的起源應該是Max Gersen, Max Gersen是一個德國的醫學教授, 他早期就是用天然的食物方法, 醫治好他自己的臉皮疼痛, 他接著就醫治好一個很出名的, 在悲渣癌醫的醫生太太的TB, 他接著去到美國之後, 他用 raw food, 用生食的方法, 醫治好很多癌症, 其中有五十五宗, 是Document寫了一本書的, 其中他的方法就是用排毒, 即我經常很強調, 在醫療的概念, 自然醫療的概念, 病因主要是毒素內聚, 和營養不良, 是這兩個主要因素, 其他意外發生當然會導致病, 可能遺傳當然有少少因素, 但大致上都是這樣, 用咖啡灌腸, 我們身體的肝是化工廠, 而二千多種化學程序, 是由肝出現的, 所以肝會有很多毒, 或肝功能差, 有很多病理醫療局, 咖啡的好處, 由肝門灌進去, 直接有一個Portal Main System, 有一條門植物, 直接放入肝, 以及飲咖啡不同, 有咖啡經過胃, 經過很多其他小腸吸收, 但咖啡灌出直接去到肝, 咖啡可以刺激去肝, 排到肝毒素多,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在Masculation醫癌症病人, 如果有甚麼痛症, 用咖啡灌腸, 痛症會減低, 不用吃了很多血統, 每一種血統都是毒素, 一種化學物質, 所以吃了很多痛症, 會變得多, 主要是清肝毒, 因為肌勢的關係, 利用咖啡經過門植物, 門植物, 不可以說肝, 肝肝大腹, 剛才我講的Gryoxaline方法, 他發現很多病人, 如果身體清淨不乾淨, 不要做洗相清乾, 譬如注射的物質, 有時那個靈魂中間會突然, 這樣就減不到, 要不然他就注一次, 三個月後再注一次, 大部份你注一次就減好了。 為何咖啡不是別的東西呢? 其他東西我相信如果你真的去研究都可以, 只要咖啡是一種普通食物食物, 即簡單些, 如果有這樣的效果就用咖啡。 你那次看應該是否在身體清淨不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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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 叫他吃清淨不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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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同渠道排毒清,營養補充,大致上都可以 今時今日情緒之分,我要把眼睛眉上 因為有產品很好,八分之八十九十 其實工具有,今時今日病是因為無痴,現在才會繼續病 我想可否多說共振的療法 不久之前有另一個朋友說,就是一比九十九 你剛才所說的一比九十九就是一絲,然後再加九十九就是二絲 而去到六絲,他說六絲那個substance已經沒有了,十二絲 十二,一萬元 但是那個是用在急救,就好像剛才所說的 其實當那個東西沒有了的時候,那個frequency是很強的 但這些concept對於我來說,簡直是外星語言 為什麼那樣東西已經沒有了,反而會是最強的呢? 其實同樣,在那個稀釋,有三個scale 一個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就是X的 一X,二X,三X,一百分之一,就是C的 做一個是香港沒什麼人認識的,用LN波的字是五萬分之一 哈尼曼最多那幾年發言了新的方法,但他臨終的時候 他的手券被他的太太收藏,沒有放出去,很多醫生都不知道 他很多年之後才出現這個叫LN波的字,其實呢 在外國已經做過很多新的研究,發言那個information 就不是那個在水那裡的,就是所有東西都有水分的,就算用糖粒都有水分的 其實那個頻率的訊息,那個記憶是水的記憶的 你知道水的crystal是多變萬化的,就是它是一個記憶體來的,很好的記憶體來的 所以同類療法的資料,就由那個本來的物質,那個訊息 一直吸息,一直吸息,一直吸息,一直釋放在那個水那裡 其實那個水敗動,所以同類療法,我們用水是好過用糖粒的 但是其實是變成一個frequency,去醫人,是那個東西 是那個information 但是為什麼那個東西越稀薄,那個frequency反而那個… 他不是說最高的,它叫high potency 那一般人說,你高分能間,當然物質越多越高 在同類療法,相反,它越稀就越來越多 意思就是說,當你的物質的影響少,那個訊息的影響就越來越純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這裡有很多排別的 有些醫生是用高分能的,不用低的,有些醫生用低分能的 其實有很多理論而已,身分正正就不用理的 總之有什麼就用什麼都可以的,如果有時候我沒有 我只用低分能的,我不用什麼就用不得了 這些是理論的,我身分正正實,哪有高一點,哪有高一點 有些醫生就不在用高分能的,沒有分析,騙人的,自己都不可以用的 有些醫生就不在用,高分能低分能,我這裡高高低的,什麼都要用 每天都可以用,每天都可以用,每天都可以用 每天喝,每天都可以用,很重要 LM Potency 是物用的,高 Potency 是物用的 高 Potency 是物用的,有些人是可以吃劑的,有些人是亂打 經常這樣,你會坐在身體上,不可以用 還有療法的東西,一個訊息是很sensitive的,我覺得要小心,不要亂用 怕有時亂用,你真的要用的時候就不可以用,頻度被撞到花 變得你真的壞的時候,可能弄得沒那麼多 在我的經驗裡面,我用很多食物,用很多飲食方法,果汁,草藥,加上那些 認真是很清晰的,那個症狀我才會用,如果不清晰 你要用那麼錯,效果不好,還有這個問題,所以用得好的人很少 這個就是沒有一個評斷的,我給個例子,蘇美玲都106歲 她基本上很健康,她是晚上洗的,當然她又不是我們公司 她是很全面的洗,她是用咖啡袋,我知道她早期有一種咖啡法叫 Colimacor,早期她是用這些方法的,所以可以用密實也可以 咖啡勃腸,譬如這個人是癌痴痛得很厲害的時候 你可能每天做幾次的問題,你會做一次痛症咖啡,不會做一次 意思是毒素內聚,導致沒有痛症,如果你減到 排毒的肝毒便會幫助減少,還有一個排毒的方法 就是用實體清肝,清肝膽喝橄欖油和西油汁和檸檬汁 這個方法在24小時便可以做到,譬如你星期六開始 吃了一個午餐後不要吃太多,開始準備一些瀉鹽, 入一些水溝來拿,加一些瀉鹽,開始到六點鐘喝一杯,清一清, 到八點鐘又喝一杯清一清,到十點鐘能睡之前 就喝四盎子鑑鹽油,加四盎子西油汁,搓到之後 你喝,就上床睡覺,早上你會排很多衣服,大部分都排了很多衣服, 那些膽質,那些膽質有很多脂肪,我自己做了一次之後 我一個腰尘收到全部,我都奇怪,這麼快, 那些膽質就是溶油,膽質幫助我們消化油, 所以能夠放一聲射很多膽質出來, 很多溶油性毒素便可以幫你除此排出來, 所以你說用幾密其實是很難講的,沒有一個規定, 有時你需要用事做多些,不會有麻煩的問題, 所以看看怎樣洗一下,我自己每個禮下洗唱, 洗不洗,起碼一次到三次, 我有一陣子看報紙的交錯,看報紙是洗唱的, 我剛好看報紙是有些安全的方法,他有解釋前, 但不過他講完那些什麼,沒有膽,沒有了個膽, 沒有了個膽的那些,沒有了個膽不緊, 雖然洗完一湯匙一杯,即是一碗膽, 一碗膽6盎司水,很難喝,一個碗, 都沒聽過,我們很多病人都做過,都不說餓死, 你心裡貴不貴嗎? 你心裡貴不貴嗎? 我的費用是看時間的,我基本上是… 洗唱嗎? 洗唱方面的 洗唱或者喝的那些? 即是不貴的,很便宜的, 那個Apps also很便宜的, 我都不記得,我不知道多少錢, 幾十元人大包 很大包,很便宜的, 洗唱我現在是四百元, 那麽多年來都是由十多年前開始開業, 那麽多年有Program, 如果你做多些就買Program 我問你之前想過, 你還要擺一瓶, 十多年之後要藏, 但到後來我就不太明白, 你說待會兒歌就… 最後你撞擊三十次便是三十絲, 你撞擊十二絲, 你只擺了十二次便是十二絲, 你可以用這個Program, 其實很多病是傳染病的, 萬一你真的遇到病, 整個社會都崩潰了, 醫療制度都崩潰了, 那你怎麽呢? 我們可能被人封了部, 那你怎麽算呢? 那你自己用這個Program 那你怎麽算呢? 那你自己用這個Program 你最多生氣, 你又可以拿這個, 比如你用這個, 你用這個, 你用這個, 你用這個保存器, 保存器, 那你便可以分給家人, 新鮮肥牛, 每樣給些少許, 加些白蘭提, 用Program 那你吃一吃, 就吃幾瓶, 吃幾瓶都可以, 如果你做了多美, 一茶匙一茶匙, 就這樣吃吧, 一劑就一次, 吃一次, 一湯匙匙, 一茶匙匙, 幾瓶, 一樣的, 不要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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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許可以, 上網看下, 有無可教的嗎? 如果你真的搜, 一定搜到的, 這些資料, 兩瓶都沒有給你吃, 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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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喝, 如果喝多久, 喝一次呢? 看情況, 如果你很急性的問題, 我可能會叫他們每一個中途吃一次都可以, 例如你急病, 但這些慢性病, 一、一、一、三次都可以, 一、一、一次都可以, 很難講的, 同時, 有無效, 你吃了之後, 覺得舒服了, 症狀減輕, 不就有效, 到症狀停留了, 不再去了, 再吃一劑, 一種做法是這樣的, 對於症狀很明顯的, 它拖得很厲害, 你吃一劑之後, 就立刻停留了, 不用再吃了,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這樣, 有一次, 我晚上半夜起床, 他又很不舒服, 想作嘔, 我知道可能吃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便立刻拆了, 脫了一劑, 就立刻無效, 聽著我去症狀, 症狀到死了, 不知道有甚麼正確, 下聲都這樣, 吃了一劑, 症狀都沒有症狀, 症狀都沒有症狀, 我常常都覺得發生甚麼事, 症狀還在, 症狀都不症狀, 症狀都不症狀, 症狀都沒有症狀, 所以很難講, 醫療的層面是很多層次, 為何你這樣做好之後, 通常我們一般的自然醫療 都叫你症狀, 繼續症狀, 但醫療都不需要症狀, 症狀一遲, 症狀都沒有症狀, 症狀就變了, 症狀要發開很快, 症狀感冒, 一個小時, 那一同學在上一堂, 症狀在死, 症狀感冒, 症狀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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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狀感冒, 因為要快, 你未經歷, 真正快的醫療是自然醫療, 快樂經營, 醫療方法很多很多, 這些村城, 我們公司很多, 但我未看, 全公司有得慢的, 你自己去了解多些, 起碼你真的有事, 起碼你真的有事, 不要發瘋狀, 急著死去, 搞一頓死吧, 你才找回前面, 因為難以為我們公司, 剛才聽你講, 多疾病故事那件事, 因為我家人, 他有體驗中醫, 都討得罪你, 但他將很多問題, 都歸咎於這件事, 你可以講多一點嗎? 都歸咎於甚麼? 藍庫唇 藍庫唇呢, 在外國有很多研究, 藍庫唇的高階, 那個standard不斷變, 以前是220mg, 現在減減減減減減減, 變得每個人都過往, 即是說, 這個標準全部都是沒有保定, 根本沒有人知道甚麼叫高, 甚麼叫低, 在外國有去研究, 吃那些反股唇藥, 給他們一班人吃, 反而一世吃反股唇藥藥, 死亡都是沒有變, 吃那些長手一點, 不吃那些是沒有的, 還有兩個群組, 其實我講不出, 男性不知道哪個季度, 長生了不知幾個星期, 女性有個季度是長生, 挺失誤的, 根本是因素質的, 好, 他亦發現, 食膽骨唇藥的人, 中風或心臟病死亡是減少少, 但他意外死亡, 自殺死亡是高, 即是告訴你, 膽骨唇藥的身體是腦袋的物質, 如果你要按得很低的時候, 你的女性情勢可能不差, 其他很出名的例子, 就有個Nayton Brickton, Brickton, Brickton Dyer, 你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我七年年代, 在石家成績醫學院讀書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研究, 用Brickton Dyer, Brickton Dyer, 他自己有心病, 下高血, 之類之類, 他就不用西藥, 用那些很低脂肪, 用5%的很低化物質, 很高熱壓碳水化物, 用這個方法他控制, 他寫到這些賴你書很方便, 很多人採用這個方法, 最好他突然自殺死了, 為何他會自殺死呢? 原來他有Yukinium, 不過他不說出來, 為何自殺呢? 因為他膽骨唇說得太低, 膽骨唇不是一個病因, 是一個病因, 個人都需要膽骨唇, 膽骨唇就好像這樣, 好像在一個高速公路裡面, 交通意外的救傷車, 你見到交通意外, 你很多時候會見到救傷車, 你不會說救傷車導致交通意外, 你不會, 其實我們身體, 當我們那個血管壁出現的炎症發炎時, 我們身體就用膽骨唇去補它, 即是血痕, 膽骨唇去補它, 所以膽骨唇不能起因, 膽骨唇是一種維修的工作, 很多時候, 也在我國做的研究, 很多時候, 心臟病不是因為膽骨唇失, 而是缺乏minesium, 所以現在要急救那個心臟病, 是註射Minesium, 是最有效的, 所以Minesium是放傷女器管, 很多時候, 心臟病發了之後, 他有個發炎, 然後膽骨唇才積進去, 是時候是沒有的, 但你做解放的時候, 你的膽骨唇那麼高, 是一個炎症, 是一個information, 現在有其他指標, 比方說Homocysteine, Homocysteine, 這個指標, 是更加批評你的心臟問題, 是更準確的膽骨唇, 膽骨唇是製造疾病, 他製造了一個更多的病, 全世界人都說你是高, 高不都高, 高不都高, 過了一半吃吃吃, 做了研究, 沒有討論, 還有一個研究, 有一間公司, 將一個標準的膽骨唇, 由全美國所有分出的表演, 結果出來的結果, 全圍曲3G不併, 同一個sandle, 根本過了研究, 基本研究的方法都很不準確, 所以根本不用理膽骨唇, 除非你很高高都很離譜, 天生性去做, 我難怪, 如果你癒膽骨唇怎樣癒, 癒個肝就可以, 因為肝是處理法工廠, 所以我癒到膽骨唇問題, 我就癒個肝, 還有幾種, 紅色的衣服, 它是谷素的工具, 還有食過middel-kind, 是納豆, 納豆液的方式, 日本人的方式少了, 因為他只有一種食物, 給納豆吃, 那些肝是幫你消化這些, 所謂的效果也會不會失去, 其實食療那裡, 全是一份法案, 絕對不需要用一身肉, 還有效果更高, 譬如那些高月壓的時候, 以前, 那樣的效果是怎樣的, 很簡單, 有RGD, 擴張的要怎樣, 一身分裂兩樣東西, 兩個星期, 立即按摩, 全世界最有效的E高月壓, 是蒸餾水變成, 有87個變, 那些90%是17歲, 你只能蒸餾水變成, 還有持續好的, 持續好的, 你知道嗎, 生業多少錢呢, 蒸餾水多少錢呢, 你就做蒸餾酒店的一段時間, 全世界最有效的抗蛋滑性的方法, 那是在Journal上已經公開了, 一個西醫房, 一個隻不神醫科醫生, 是Natural Hygienist, 在加州有這樣的電食中心, 因為它Natural Hygien, 什麼病都是用電食的, 那多久呢, 由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不停, 似乎那個人的狀態, 那你做了之後呢, 你就持續, 那些繼續都不會, 就是很久之後, 都不會高翻的, 好, 就是什麼都不吃的, 蒸餾水過了, 蒸餾水, 蒸餾水, 它失業蒸餾水, 發生的, 什麼都不吃就是, 是, 那喝蒸餾水都ok的, 那你會收過多一點, 那可能清掉你的血管, 收過多一點, 全世界, 效果最高, 高於實素的收藥, 一般的收藥, 成效呢, 是低於50%的, 那種收藥, 給某種病人去用呢, 是一半病人, 有一點少於一半病人, 我有一個Foil, 講誰有多少% 基本上是很少的, 那最近呢, 它開始承認這個問題了, 為什麼它承認這個問題呢, 它說呢, 我有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基因,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基因不同, 所以這些藥對你不一樣, 那下一次怎麼做呢, 檢驗你的基因, 來把藥和你的基因, 我們不需要這樣去做, 我們在其他自然的方法, 一同教我們, 就不用花那麼多錢, 就不用花那麼多錢, ok? 好啦, 大家收聽完這兩節的, 袁醫生的這麼特別的講座, 是不是都覺得以後未盡呢, 不過都要做一個段落了, 不要緊, 下個星期, 袁醫生會再回來, 再跟大家, 可能再講多些關於自然療法, 或者同類療法的資料, 還有, 再繼續會解答大家, 各位聽眾朋友的問題, 那好啦, 下一集再見啦,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 H-E-A-L-I-N-G.com.h-k.